民主政府黨黨團跟台聯黨團 有提了一個正列討論事項的案 那我們是認為說 按照立法院執權行政法第17條的一個規定 行政院遇有重要事項發生或施政方針變更的時候 行政院長或有關部會所長 因向立法院提出報告並被質詢 去年江一花院長也曾經就核四案 來我們立法院來做相關的報告 那最近包括整個核四的一個討論 那我們也認為說行政院院長在昨天也宣布了 這個所謂的重要的政策 那這個同時不僅是國家的重要事項 那同時這個也更涉及到說 施政方針的一個變更 建立斷燃處置措施 不讓核燃料容損 當時在第82月裡面所記載的 這個很顯然的這個是屬於 這個裝填燃料棒的一個政策 那在103年台電的 原人會的核能核設施安全管制措施裡面 也編列了龍門電廠出自裝填前的這個評估審查 相關的一個費用 那換句話說在不管是重大計劃 或者是說在原來的一個法定計劃 這個都涉及到說現在 昨天江院長的這些宣布 這個已經跟原來的這個所謂的這種 這個政策跟方針 一定有涉及 或者是法定預算的一個執行 都已經涉及到一些改變 所以基於說 這個核市場的這個爭議 這個是屬於國家的重要事項 那同時它也涉及到施政方針的一個變更 所以本黨團跟台電黨團 那我們也要求說行政院院長率同有關的部位首長 到我們立法院來進行專案報告 然後在於這個專案報告裡頭 我們也希望說大家能夠有一個機會來檢視 我們這個院長的政策 或者是說相關這個部會的 這個對於有關核市政策的一個跟過去不同 或者是說涉及到一些情況變更的一個情況 那也希望說我們這個院會能夠做成 核市停建的一個決議 這是本黨團跟台電黨團的一個共同提案 提供尊重 不過我們認為大家看法上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在黨他所提出來的 他認為是應該要停建 但是我們黨團是認為行政院他提出來的是 停工封存 停建是非常的清楚 就是判死刑了 而且是執行死刑了 但是停工跟封存他還一席尚存 他還一席尚存 但是我們特別提到 未來如果要擦燃料棒 要運轉一定是公投去做決定 那我們也認為這件事情其實已經炒了30年 不是現在有辦法處理的 坦白講 我們留下這議席尚存 是保留給下一代有一個選擇的機會 只是這樣子而已 因為我們考量到如果是停建是判死刑的話 我們回想當初張俊雄院長的時代 當時宣布停建 因為停建114天 我們整個損失達到1870億 那時候的股票整個下跌達到28% 所以這種衝擊是非常的大的 同樣我們共同來面對核四這個議題 已經炒了30年 我們也認為不要繼續再炒下去 我們在這一代很難去做這種決定 我們現在去決定下一代的權益 確實也比較勉強 當然站在執政黨的立場 認為核四 這涉及到我們未來能源政策的問題 在我們沒有辦法提出替代方案之前 確實我們應該也應該負責任的 為下一代去思考 不過既然已經炒了那麼久了 我們也覺得那就交給下一代去處理吧 所以並不是停建 停建就已經死刑了 但是我們是停工封存 也因為是停工封存 它的整個政策並沒有做重大改變 它還是存在的事實 是存在著 所以行政院認為它重大政策沒有做任何的改變 所以我們也不需要到立法院來做報告 那當然在黨所提出來的 之前行事法第17條的第一項 它的主動權也在行政院 第二項的話就是主動權在立法院 第一項行政院也提到 這不是重大政策 以我們國民黨團的解讀也是 它不是重大政策的改變 所以它沒有必要來行政院 來立法院來報告 如果要處理這個問題要協商 我想應該也在總質詢之後嘛 又不是說今天就要擦燃料棒或明天 更何況 國民黨這邊也做了非常大的一個讓步 大家共同來面對這核四議題 不急著現在再做處理 所以是不是 我們建議 這個討論事項就不要陣列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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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